今天我們要來檢測橡皮擦是否含有PVC 我們這次的實驗器材有Paintail橡皮擦 還有銅板跟鑷子還有卡士爐 接下來就進入實驗過程 首先我們先把硬蒂加熱 再來把硬蒂放到橡皮沙上面讓橡皮沙融化 火焰慢慢變成綠色的了 這是因為這塊橡皮擦裡面還有PVC 所以火焰才會變成綠色的 發現橡皮擦含有塑化劑後 我們想調查我們學校的學生使用橡皮擦的狀況 發現大家最常用的橡皮擦是Paintail橡皮擦 Mono橡皮擦和施德樓橡皮擦 但這三款橡皮擦都是含有PVC的 我們也發現絕大多數的人使用PVC橡皮擦 而且不知道對健康有危害 沒想到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橡皮擦對健康有危害 對呀對呀一直在生活中接觸太多的PVC 長期之下可能會導致男生的積極變小了 其實也不只會影響男生的PVC 會導致那位女生流暢或生物精神 笑死了 那我們該怎麼解決那個問題呢 這很簡單啊 要沒收所有人的PVC橡皮擦 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拿 讓你拿走他人的橡皮擦 要把那些做PVC橡皮擦的橡皮擦去關 你會勸被人抓對不對 要不然我們在操場上燒PVC橡皮擦給同學們看 讓他們用綠色火焰下像他們 他們就不敢用了 在現場燒可能太臭了 不過我們可以把實驗影片上傳youtube的 讓更多人可以看實驗級 我們可以將實驗級問卷調查的結果 到各班宣傳讓大家可以了解 為了不要浪費我們孩子的橡皮擦 然後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只要玩笑成這樣的話要給你提醒 提醒的時候 商品大家都是家長來給下來的 我們可以跟家長 發援傳載給家長 都會跟家長進來 事物以為我們才可以行動吧 Let's Go 好 好 好 我是志祺娃娃哥學生 今天我們要向大家尋找 像PX裡面的圖表可以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橡皮擦還有PVC橙色 也就是塑化器 只有一些人知道自己的橡皮擦裡面有 是橡皮擦跟沒有是橡皮擦 嗯 我兩格 兩格都有 一個是橡皮擦 一個是橡皮擦 對啊 怎麼辦 對 對此我們發送了傳單讓更多人知道 左邊的這張圖就是我們所製作的傳單 而右邊的兩張圖就是我們發送問卷的過程 並且我們也製作了海報張貼在玄霧處門口 讓更多人知道 PX你們在跟我們錢問卷 對然後這個五足的橡皮擦要送給我們 很煩 所以健康不會有危害 對 謝謝你們幫我們寫結束 我們覺得我們有很大的 這個五足的橡皮擦可以盡量試 就不會有PVC 我覺得我們入班宣導的時候很勇敢面對陌生的老伴同學能夠宣傳 另外大家都很投入宣傳活動及製作傳單 並且能跟高度合作去發傳單 我們也發現小朋友們很喜歡我們製作 宣導的簡報及影片廣送好評 如果我們也發現發傳單的時候聰明要詳細一點 別人他們不珍惜我們的傳單 對於宣導後能夠得到大家的詳細溫卷回饋幾股 已讓我十分感動 通過這個活動 我們讓許多人開始留意橡皮沙裡的成分 並知道使用橡皮沙後要吸收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我們這樣做很有E.E.K. 讓小朋友聽到留意橡皮沙的成分 當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Cult année 詳細溫卷 材料 雜瓦